大家好,我們這次研究的主題是如何把獅子的色味去除 是依果實在樹上成熟時能否自然脫去色味 分為田氏和色氏兩類 苗栗山上老家種的牛心氏屬於色氏 我們把它從樹上採收後要先經過浸泡輪功處理 果肉才會好吃 我們依照阿公傳承的經驗及搜尋到的資料設定了六個操縱變因 研究它們對於牛心氏脫色的影響 色質的色味來自果實內的可溶性丹寧 可以用氯化鐵色質來檢測色質內丹寧含量 我們做了比色表,用來記錄色質的脫色程度 是指顏色越深,表示脫色效果越差,數值用0,表示 左圖是我們研究架構圖 每個變相的探究過程都重複如右圖的實驗步驟 在探究浸泡液溫度的脫色效果發現,潮溫下效果又於冰水再又於溫水 這與阿公傳承及網路資料所說的溫水效果最佳竟然不符合 我們猜想市農常以石灰水浸泡脫色,石灰水溶於水灰放熱 可能市農認為是溫水造成脫色,也因此用龍眼液覆蓋及浸泡液保持溫度 但實驗結果為常溫脫色效果又於溫水,覆蓋龍眼液對於脫色效果也沒有幫助 所以我們想繼續研究石灰水成分或浸泡液 pH值對於脫色的影響 你們想知道其他變因可以讓柿子變好吃嗎?請參考我們的作品《國中生的青色事件》 謝謝你的聆聽,也歡迎和我們討論哦 掰掰